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目标性质 纵身 正面 密度等要素精心布设最大程度贴近实战 据了解 此次十打十报作业考核 这个旅从基本技能入手 采取以老代新的方式 从条件标准 场地设置 组织程序 以及安全防范措施等内容进行规范 书里查找出多个风险点 逐条制作规避措施 实现了显然课目由粗放情向间细性转变 全面提高工兵防化分队 遂行多种作战保障任务的能力 此次十报作业考核 我们采取逐个科目过逐下内容考的方式 重点对不同知识报复器材的操作使用 破绽能力进行全面考核 精准采集多种报复数据 确保公民分队在执行作战轮中 破得开 打得赢